当咖啡遇见佛会是什么样的情境 郑德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在花莲市的海岸路上 成立了一栋多功能的文教大楼 并且在一楼开设爱心咖啡馆 这里不以盈利为目的 纯粹是要提供给民众一个喝咖啡 听佛法或者是看海阅读 净化心灵的好地方 郑德慈善基金会 欢迎广大的乡亲 一起来这边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财团法人郑德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以慈悲文化教育医疗及智商等五大制业为宗旨 在全台湾各地广设分院盖道场 提供大众参加法会及共修场地 3月27号郑德基金会在花莲 成立了一栋多功能文教大楼 并且在一楼开设郑德爱心咖啡馆 邀请花莲信仲来这里喝咖啡听佛法 郑德是以这个弘扬化法来广度众生 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这边的咖啡是随喜的 就是说大家可以来这边觉得说这个咖啡 喝了咖啡这边休息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可以就随喜捐信给我们 让我们这个部分的这个职业 能够继续的弘扬下去能够接续下去 那我想别的在外面的别的咖啡馆都是要收费的 那我们这边不仅是不收费 而且就是随喜随喜的方式 郑德爱心咖啡馆开幕当天 由基金会董事长眼音法师现场开示 传扬善念进化人心 同时还邀请到咖啡达人现场手冲咖啡 让大家来品尝 也进一步认识咖啡喜爱咖啡 最后是由眼音法师和现场贵宾共同剪彩 郑德文教大楼正式开幕 除了一楼的这个咖啡馆之外 我们二楼有一个读书室 就是读书馆的意思 那就是最主要就是 也让民众除了喝咖啡之外 能够有一个读书的空间 那今天在开幕典礼的这一阵子 我们也会同时有举办这个 赖将军的这个书画展 那也希望未来能够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成为一个 就是大家能够来展览的一个空间 能够来申请展览的一个空间 三楼的部分呢 三楼的部分我们就是一个禅修堂 那也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 精进佛法来这边静坐禅修 那未来我们也会定期的做一些 这个可能会有讲座或者一些课程 再来让大众知道 让大众来参与 大楼一楼是爱心咖啡馆 民众可以随喜付费 二楼是读书展览室 提供安静优雅的环境 让大家阅读 还有名家书画展览 而三楼禅修室 未来会定期举办禅修 郑德花莲文教大楼 不仅可以作为民众一处冲田 能量的修气小站 未来会安排一系列身心灵的成长课程 以提升花莲乡亲的人文艺术涵养 介里会欢迎市报道